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爸改造的院子 这是我爸妈 还有烤串 前面有介绍过我爸是个石匠 年轻时跟着他的父亲一起走南闯北 赚钱养家糊口 有一次在我外婆家做石墨 然后就遇见了我妈 当时条件有限 他们结婚时就做了一身新衣服 拍了张简单的结婚照 没有婚纱和钻戒 那个年代才是真正的裸婚时代 后来就有了我们姐弟三个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他们用自己的肩膀和勤劳的双手 把我们养大 然后就有了我们这一大家子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我爸老早就和我们商量好计划 打算今天给老妈补上一个 男弯的求婚仪式 我妈还不知道呢 她以为只是拍一个全家福 这块还比较适合她 我妈都吃点这个吧 怎么样回去 你这儿 我这东西放在那个地方 这有钱在我地方 一二百五吧 再往左来一点 先把背上去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交婚交婚交婚 老伴一眨眼我们就一起走过了40年 当年结婚条件不好 啥也没准备 今天趁着40周年的纪念日 我全都给你补上 这次医生只能送给一个人的第二转件 绑定了我的身份证和你的名字 这代表着我想和你一起走下去的决心 以后可别再说我爸不懂浪漫了 他懂着呢 父母从相识到今天一起走过了40年 途中有幸福甜蜜 也有泥泞和心酸 父母从相识到今天一起走过了40年 这梅蒂阿尔便是他们坚守40年最好的见证 他们无需宣之余口 用实际行动坚守一生 用最淳朴的方式阐述一生一人的爱情 也教会我们乐观开朗热爱生活 在艰难的生活 只要有人和你一起面对 都充满幸福与希望 在父母的婚姻里 我们看到了这就是 一生一人相伴到老 慢慢余生 不是那种相误以沫 对 一二三